好,我们再来关注印巴局势 据印度媒体的报道说 巴基斯坦军队26号开始向巴印边境地区调动 巴印紧张局势有进一步升级的威胁 印度ZTV电视台的报道说 巴基斯坦已经开始向巴印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和边境地区调动军队 巴空军也保持高度警戒 并在巴境内包括核电站等在内的敏感地区进行空中巡逻 另外,据巴基斯坦情报官员透露说 目前巴基斯坦已经把驻扎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的部队调往巴印边境 重新部署在卡苏尔和西亚尔科特等地 美联社还援引了一名巴高级军官的话 报道说,巴军已经取消了休假以应对和印度之间的紧张局势 另外,印度外长穆克吉26号指责巴基斯坦渲染战争气氛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而巴基斯坦总理杰拉尼表示 巴基斯坦绝不会主动发动进攻 印度外长穆克吉当天在新德里发表讲话说 当前巴方应该其中经历打击恐怖主义 将莫买恐怖十一的凶手绳之以法 然而,巴方却在通过渲染战争气氛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印度总理辛格当天会见了印度陆海空三军司令商讨印巴边境紧张局势 对于巴基斯坦向印巴边境调动军队的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 基拉尼26号在拉哈尔重申 巴方绝不会主动挑起争端 但如果某些国家对巴基斯坦实施军事打击 巴基斯坦将予以还击 印度孟买恐怖袭击发生之后 印方认为 袭击行动是巴境内的极端组织所为 要求巴方对此负责 巴基斯坦政府则予以否认 并要求印方提供确凿证据 由于双方各致一词 印巴关系趋于紧张 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25号和26号 分别同印度外长穆克吉和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通电话 杨洁篪同印巴两国外长就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及南亚局势交换了意见 杨洁篪说 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 中方希望印巴两国从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 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不断改善和发展相互关系 继续推进两国和平进程 中方一向认为 一个稳定的和平的良好的印巴关系 符合印巴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另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德罗26号说 布什政府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 避免采取导致地区局势恶化的行动 美方正在同印巴进行密切接触 敦促双方在调查孟买恐怖袭击事件 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采取更加紧密的合作 敦促双方在调查孟买